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娱乐新闻频道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分享关于区楚晓与赵露露在新电影《珍珠目与玉目》中合作的有趣信息 然而 他的不少粉丝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此外 我们还将发现赵露西形象的惊人变化 皆是整容传闻背后的真相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网友们兴奋而又怀疑 关于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区楚晓和赵露思潜在合作的传闻《慎晓尘》上 传闻集中在他们即将播出的历史剧《珠莲玉目》上 该剧定于10月份首播 虽然对该项目的期待很高 但也在他们各自的粉丝群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赵露思 1998年出生 最近凭借出演变革剧目 掀起了一股热潮 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伏 因为他在娱乐圈中航行 这个复杂世界 然而 他参与《珠莲玉目》的传闻引发了早期关注 主要是因为有传言称他将出演该剧的主要角色 娱乐圈常常有承诺山海的项目 但往往难以交付 曲楚晓 1994年12月28日出生 以在电影界的表现而闻名 然而 他在《珠莲玉目》中的即将亮相标志着踏踏入股装剧领域 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而闻名的曲楚晓 其个人生活有时会掩盖住他的专业成就 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 这使得一些粉丝质疑他是否适合出演历史剧 曲楚晓和赵露丝之间的传闻合作引发了粉丝观点的碰撞 虽然有些人对这两位才华洋溢的演员合作的前景感到兴奋 但其他人对曲楚晓是否能够完美融入古装剧的领域表示担忧 《珠莲玉目》的命运 无疑将在首播日期临近时受到密切关注 赵露丝通过每年不断参与多个项目 来展示对自己职业的执着 他寻找那些能够与更广泛观众产生共鸣的角色 他即将在9月份参加泰国的《Miranda时装周》 并且有关他与化妆品品牌合作的消息也引发了娱乐圈的关注 此外 以其多样化的系列而闻名的护肤品Spin Base正在赢得口碑 赵露丝的美丽和才华赢得了粉丝和业内人士的赞誉 随着他的职业生涯不断上升 人们对他在娱乐圈的未来成功寄予厚望 至于屈楚潇 他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将受到密切关注 他的粉丝们希望看到他在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中闪耀 总之 赵露丝和屈楚潇在《株连玉幕》中的即将合作 引发了娱乐圈的兴趣和争议 随着这两位演员继续发展和探索新机会 他们的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部历史剧的首播 希望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赵露丝的形象变化 揭开整容传言的真相 最近几周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国女演员赵露丝外貌的猜测 粉丝和网友们纷纷质疑 她是否进行了整形手术 然而 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之前 了解一下娱乐圈及其频繁使用整形的背景非常重要 赵露丝最近的照片确实显示出她的外貌有明显的变化 双眼皮更加明显 鼻子也略微变窄 这些微妙的变化助长了她的粉丝和公众对整形手术的猜测 然而 重要的是要承认 娱乐圈通常依赖于微小的整容调整 来帮助明星保持在荧幕上的形象 尽管这些整容手术很常见 但不一定应该被负面看待 事实上 整容手术在娱乐圈中非常普遍 明星们追求精致的外貌被视为标准做法 像赵露丝这样的明星 可能选择这些程序来微调自己的特征 或解决微小的瑕疵 这些改进应该被视为帮助他们在事业上 取得成功并满足行业要求的工具 尽管在粉丝和公众之间 关于赵露丝外貌的争论在持续 但很重要的是要综合考虑整个情况 应该查看最近未经编辑的照片 以更准确地评估他外貌的任何变化 仅仅基于经过编辑或过滤的照片 就得出结论可能不会得出公正的判断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赵露丝公开谈论了他与外貌相关的焦虑问题 他 像娱乐圈的许多人一样 希望被认可和理解 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外貌 重要的是记住 明星是多面低个体 他们的愿望和脆弱性超越了他们的外貌 总之 尽管赵露丝最近的照片无疑引起了关注 并引发了整形手术的传言 但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 不应该下结论 整容手术在娱乐圈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不应该受到污名化 让我们专注于赞美赵露丝的才华和成就 同时尊重他的个人经历和选择 于书欣和张灵和的云飞二人主导收视率 2023年9月7日 北京中国聚集云之余以风靡娱乐界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与其年轻明星于宇欣和张灵和的优秀表现 这部令人著迷的古装剧迅速登上收视榜首 并赢得了忠实的粉丝群 云之宇之所以能迅速攀升至 具极流行榜的巅峰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于宇欣和张灵和之间的荧幕默契 这对90后明星组合无缝地演绎了 一对引人入胜的荧幕情侣 他们的表演吸引了观众 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期待每一集的播出 然而 不仅仅是他们在荧幕上的默契赢得了粉丝的心 于宇欣和张灵和的真诚的幕后 友谊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在访问中 两位演员都提到接受剧集角色的共同原因 这让粉丝感到既好笑又迷人 在一个轻松愉快的访问中 于宇欣幽默地透露了 他同意出演云之宇的原因 他分享有人告诉他 该角色将捕捉他20多岁时的美丽 他开玩笑地回应 问能否将该节目用作他的约会资料 张灵和随后表示 他也收到了类似的建议 说要捕捉他20多岁时的英俊 两位演员都无法抗拒如此令人愉悦的提议 因此决定接受这些角色 让粉丝捧腹大笑 粉丝赞誉于于宇欣和张灵和的 真实和平易近人的个性 他们对访问问题的幽默和可亲近的回答 使他们更受观众喜爱 巩固了他们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 张灵和对于宇欣在云之宇中的表现表示惊喜 称其展现出了作为演员的显著成长 于宇欣则对自己在云之宇中的角色表示满意 认为这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他在观看剧集回放时 不禁欣赏自己的表现 这一情感也引起了粉丝的共鸣 他们也被他的演出所著迷 随着云之宇继续享受其应有的成功 中国90后明星于宇欣合章 灵和依然处于风头浪尖 赢得了观众的心 巩固了他们在中国娱乐界崛起的地位 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曲楚晓 与赵露露在珍珠木和玉莲中合作的最新信息 以及赵露露形象的转变之旅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别忘了关注于书欣和张灵和的云飞的报道和更新 这些艺术作品正在征服观众的心 感谢您和您关注今天的新闻 我们将在后续版本中更新更多信息 祝你一天快乐快乐 祝你一天快乐快乐